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受到菩萨界发了菩提信 那就永有元业众生夜静菩萨的愿来静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这边得到优伯界的传承受敬 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第一项 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所以 谢谢优伯界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那我们就想 我们都自有的力 为众生而奉献 所以我到美国 我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睡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马上敢睡 我都弄个小床在旁边 但是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天天就看了一张相片 有一天早上醒来 我在想 那个相片 应该就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 我也是 问了一位善知识 我说 我们优优独播剧 是不是 今天送公尊这个转赐 他在那边打坐老板铁给我说 是 那去年 我特别在优优独播剧场上 亚利桑那州 去跟着优优独播剧闭关 两个礼拜 那为什么要去闭关 他说 他说 虽然我们汉传讲 慈悲心 不提心 但是呢 如果没有气度空性 那是 没办法 圆满大臣大臣 那 后来就有 一位善知识也跟我说 那你要去亲近感情的国际 我说 为什么要呢 他说 因为感情的国际 是 导优主师的 破选 所以我说 孩子要很信心 要去 断崇我辞 不然的话 也没办法 圆满 慈心悲心 副习心 所以我要利用我 的时间 如果去 早上整个 跟各位在念一遍 好不好 我利用 我利用 要做个学货 要写笔记的 不是听完就没有了 听完以后 每天跟别人讲 讲话 变成你自己的 就像 如果现在台上说法 我虽然听不懂 半句照文 但是我头疼 没有 我眼睛没有理解他 我爱他 为什么 对 要把人家的这种 威于 生意 心态 这个在达文族 讲 以心传心 听不懂没关系 但是呢 要把他的法 融入在 自己内心里面 这是我在这边 跟各位最大的建议 让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人家的分身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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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去做 我们的法 走避 照顾老人 照顾老人 做什么事都可以 怀着不提心 立他的动机 以这样 来消除我子 所以千万不要遵循 我子来做事 要遵循 立他的不提心 来做事 所以 我很快来 念变 能够介绍 世间道理 不能说一下 世间友情 一般皆拥有 慈心悲心 就像一只狗子 母狗会照顾小狗一样 但是菩萨 却拥有 珍宝的菩提心 各位拥有没有 因为我们有仁波切的 万点加持 一个消除我子 空心珍宝的菩提心 所以 世间人 都因为爱我之 而造成了 自他的对立 自他的分离 自他的分离 就像国有我宗教之间一样 但是 唯有菩萨的 利他的 这种 慈心悲心不提心 才可以超越 自他的对立 所以 一般的母亲 对自己的子女 也圆满了 五度的修行 妈妈对子女 布施慈见 人路经济 都是一样 但是 却 不圆满了 智慧度 所以 也就是说 一般人 都有这个慈心悲心 但是如果 能够有消除我子的智慧 就能够圆满大慈大悲心 所以 就算是 就是畜生到 众生 各位看到 演书上面的很多 也可以 畜生到 他们也在享受 慈心悲心的快乐 甚至 母狗去照顾小猴子 啊 猫去照顾小鸡 一样 但是 最可怕的是 全会心 嫉妒心 因为 这些就是来自于 我持烦恼 所以 我们修行 你也要 多多反省 自己的内心 有没有这些 我持烦恼的过失 好不好 这才叫 供养的过失 所以 让人家 长久住世 就是说 我们做弟子的 能够 一觉不醒 断置 我持烦恼 所以 能不能说 一切的安乐 都是 乃至世间的不报 都是乃至于 慈心 悲心 所得到的福德 所以 简单的说 当我们有慈心悲心 那我们就有福德 能够有世间的安乐 去利益众生 同时 要借由他们 别人给我们的烦恼 来回够烦恼 自身的烦恼 所以 别人的缺点 我们可以见到这里 别的优点 我们可以随喜 所以 真正 能够确定 慈心悲心 的价值 那才能够超越 各种宗教 乃至团地的 对立 我想 人类最大的价值 也是佛教最大的价值 是展现出 我们的慈心悲心 所以能够确定说 一个人的福德 多少 其决定 他自己所拥有 慈心悲心的大或小 所以 慈心悲心 才是福德 才是财富的根源 所以 任何够确定 千万 不要遵循自己的我值 去发展 所以 我们要调伏我值 那能够承办 所有福德的方法 那就是真正的 令他的 不遵循我值的 菩提心界 所以 以慈心悲心 作为 我们 受戒的 动机 那我们 将 具足不量的福德 来 比喻众生 所以 能够解说 慈戒 所拥有的功德 如 大海一样 不然呢 没有这个 菩萨界 那我们的功德 就像小小的 灯油一样 所以 今天 乃至我们 这辈子 无法通达 真正的 立他的菩提心 但是 至少我们要 坚持 学习 至少 也种下 来世的 善根 神 所以呢 目前讲了一个 一句话 即便今天 就要死掉 我们也要坚持 熏悉 菩提心的教导 所以 今生 能够坚毅不坚断的 修持 那么 这一辈子 我们能够这么精进 也是来自于前世的 勋修 所以 那些千万不要 有所谓的 不安全感 恐惧 所以 能够记得说 菩提心在小 也是 黄金 所以 但是 世间人们讲 以其保持 世间有黄金 还不如 保持大家的 菩提心 所以 在我们汉传 里面有句话 道心中 有衣食 衣食中 不道心 只要我们 有了立堂的菩提心 就有世间的 一切不报 能够记得说 片地 都是黄金 什么意思 我想 世间的一切法 都转为 菩提心 的修行 那么 复复 都是黄金 所以 菩提心 也是 骗顾一切的仿恨 包括 世间的任何的 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转为 菩提心的修行 更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大家听一下 没有菩提心 没有 就没有成佛的国报 所以 大家要成佛 你要真正的去受持 菩提心 禁 能够记得说 外在的世界 都可以成为 我们与 丧宝的连接 转外境 成为一种修行 外在的一切 就是一个霹雳 内在的 变成功德 比如说 太阳 我们可以观想成为佛陀 虚空 观想成为佛陀的教法 月亮 那就是生邪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的 商报的加持 更重要呢 菩提 能够记得说 菩提分作两个面相 一个是进化 一个是通胆 那这个进化 不仅就是要调伏我执 所以 我们 有一句话 心如虚空 那为什么 我们不能过得到 因为被我们的 我执 而蒙蔽 和障碍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进化我们的我执 千万 不要巡视我们的我执 不然 会与世界众生 产生对立 由进化以后 产生通达 通达是一种 熏习窜息 这种逆他的心态 所以我们 必须通掉 我们有一个自我的感觉 这叫自我的错觉 必须修逆他的慈心悲心 那么 才能够消除我慈 千万 不要一直抓着 自我不放 而且 要不断的熏习逆他的心 特别 能够记得重点 我们要修真正的悲心 必须先修慈 无量心 所谓慈无量心 就是把所有的众生 都当作我们的母亲一样 希望他永远快乐 所以能够修这样子的慈无量心 才能够修丁心 那么 才能够圆满后面的菩提心 所以 透过菩提心 会把我们的过失转为功德 但是如果带着我执 却会把功德转为过失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所以 对于冤家 仇家 乃是家里的小动物 我们要用慈心悲心 普遗心 来对待他们 那菩提心 那菩提心 到这边希望大家 用这样的羞耻 来供养能够欠 我彌陀佛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帐船大师 也是我们这次主办单位 国际帐船 国教研究会的副主席 也是明年的主席 天父几美男家 开幕几美男节 我们请天父来帮我们开示 我们最尊贵 最敬爱的 国家准职 上海小国大法师 以及所有 参与法会的 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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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代表 国际党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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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